湖內鄉 一個位處城市邊緣 卻洋溢著 淳濠民風的鄉村部落 早期村民是以養殖鴨子為生 曾經獲得養鴨王國的美名 因為時空的轉換 與村民的努力 正逐步蛻變成充滿人文藝術 與社區關懷的城鄉新風貌 也營造出特有的社區文化 與書鄉氣氛 請與我們一起走進湖內鄉 來了解認識它的特色 與未來的遠景 湖內鄉位於高雄縣的西北部 面積約21平方公里 鄉內共有14村 人口約28,000多 全鄉地勢平坦沒有山地 地形是由西湖所構成 因此鄉會是以湖內的地名文字 以及人文地理環境作為元素 而構思發展出來的 希望能達到多元共融 綠水共和 人與環境共存的境界 行政區域鄰近高雄縣陸竹鄉 台南縣仁德鄉 以及台南市灣里 靠近國道 省道與高鐵 位居交通要衝 因而吸引工廠設廠 在縱貫道路兩側 形成一條工業走廊 也因為交通便利的關係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湖內居住 除了鄰近台南市區 與陸竹科學園區外 更可利用南二高通勤到台南科學園區 湖內鄉都提供多樣優質的選擇 湖內鄉最高行政機關 為湖內鄉公所 民意代表機關 為湖內鄉民代表會 公所的組織系統 為鄉長 秘書 下車幕僚單位的主計室 人事室 政風室 行政室 業務單位的民政課 農建課 財政課 與社政課 附屬單位的托兒所 清潔隊 圖書館 行政範圍大致分成四個區塊 包括大湖地區 台浦地區 太爺地區 與維子內地區 因為近海多細湖的關係 早期村民以養殖鴨子為主 隨著產業結構改變 退轉型為鴨肉加工業 與養殖業 農業方面則以水稻 蔬菜 蓮藕 以及蔥為大中 除了傳統產業外 鄉公所也積極推動文化產業 與社區營造 首先我們來參觀湖內鄉的新地標 鄉立圖書館 它不僅在2005年 得到南台灣建築園野獎 同年也獲頒教育部公共圖書館 讀者倍增計畫 南區第一名的肯定 另外正在推動了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活動中 只要97年以後出生的新生兒 並涉及在鄉內 且至圖書館辦妥借書證 就可以領取圖書禮貸 在爸媽的陪同閱讀下 不但促進親子的關係 還可以從小培養閱讀的好習慣 圖書館除了是鄉民的大書房 也是接觸藝文活動最佳的場域 每個禮拜六晚上播放電影欣賞的 文字電影院 提供鄉民休閒的空間 媽媽說故事活動 讓小朋友體驗閱讀的樂趣 圖書館也邀請藝術家助館 給鄉民更多機會接觸藝術文化 而內部電腦軟硬體設施充裕 成為鄉民數位學習的中心 與鄉立圖書館並臨兒居的民宗國小 則是以推動書法藝術而聞名 校內不但建有全國第一座 也是目前全國唯一的書法藝術館 操場也以小朋友最愛吃的冰淇淋圓球形狀 設計成冰淇淋跑道 圍牆旁邊的造林景觀以及操場 也在2008年獲得了園野獎 此外在藝術館前方的校園地標 是藝術家林洪文先生 以草書體名字斷鐵燒融而成的 整座校園散發著藝術、人文、創新的氛圍 這也成了民眾休閒的最佳去處 在當地也有不少藝術工作者 像張和民先生、王明發先生和潘瑞華先生 以陶藝創作為主的張和民先生 他的作品常常在各地參展 而玉胡瑤工作室的王明發先生 則是以潔定的牡蠣殼研磨成粉 加入岡山出產的龍眼殼粉作為誘料 就地取材把鄉土特色融入創作 王明發先生也配合鄉公所推廣陶瓷藝藝術 教小朋友捏陶 完成之後將作品鑲嵌在社區的綠地上 讓更多人欣賞藝術之美 也在社區活動中心教導老人家捏陶 希望鄉民不分年紀 都能培養愛好藝術的精神 讓大家有更多的發展與想像空間 對於美學藝文的推廣不遺餘力 從事製作獅頭的潘瑞華先生 自幼學習製作手工獅頭 民俗記憶陣頭與武術表演 潘瑞華先生還在2007年挑戰金氏世界紀錄 製作巨大的超級頌江獅王 最終層的潘瑞華先生 最終的潘瑞華先生 請訂閱 斗